花友们大家好,我是风干爱花卉 这颗花的名字叫大盐桶,也叫洛雪泥 北方也有好多花友叫它叫富蓉花 它的养殖方法特别的简单 如果掌握了它的习性 可以称作是一颗养不死的花 对于一些刚刚接触它的花友来说 感觉到比较难养 感觉它比较容易腐烂 特别是这个种球,很容易死掉 只要掌握了它的生长习性 就会感觉到它特别的好养 因为它的叶片可以扦插 它的净杆也可以扦插 如果发现它的叶片 这个净杆死掉了 它的种球如果把它这里剪掉 从这里剪掉,它还可以重新发芽 如果种球腐烂了呢 我们又可以用这个叶片来给它扦插 我们养殖大盐桶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能使用过大的花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花盆 跟手心差不多大 再就是一定要用对盆土 我们可以使用草碳土跟珍珠盐缓和来使用 比例呢 三比一也可以四比一 这样的透水性好不容易积水 而且肥力也足 这一棵小苗呢 是我今年夏天刚刚掀插的 现在已经开花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还有很多的花苞 下面就跟着我的镜头 来欣赏一下这多种多样的大盐桶 这个大盐桶的品种叫米拉 每次开花都能打到爆盘的效果 大盐桶在南北方都可以种植 只要它的养殖环境不低于15度 有充足的光照 冬天也能开花 大盐桶除了炎热的夏天需要给它遮光之外 其余的季节 春秋冬都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如果光照不足 它的苗就长得十分的弱 就会感觉到它头重脚轻 左摇右晃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紫色的品种 它的名字叫甜心 也有人叫它叫紫玛点 大盐桶洗肥 但是又不耐大肥 因为它是球径根 如果施肥过多 它的种球就很容易腐辣 如果缺肥呢 它就会造成生长缓慢 植株不够健壮 或者是花苞打不开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 薄肥勤施 在小苗期 我们可以用花多多一号 下来后我们可以用花多多二号 和磷酸二青甲 也可以用浓缩型的均衡营养液 最好不要给它施颗粒肥 否则很容易引起烧肝 它喜嘎怕烙 如果浇水过多 过勤 很容易引起它的种球腐辣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 炒炭土 椰康 或者是松针来养殖 因为这些植料 出松 透气 不容易积水 用手一端花盆 就知道缺不缺水 好了 有关于大盐腾的养殖要点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绝对有用 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再走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